有过婚时,还有孩子,张紫怡和汪峰的面前外观时,一面一度发言,而作为一面风暴的重心,张紫怡有首次表示,妇女曾经也非常借地离婚,为女儿的汪峰,不明接受女儿的这个情感选择。 张紫怡还透露,和妇女之间的关系,还曾离得另张道,不可以提汪峰这个名字,张紫怡还首次透露,因为女妇女关系相持,决定要按自己的心意,选择办理的她和汪峰曾经租房,和妇女分开居住,为了能够方便回家,她和汪峰就在自家楼下租了房子。 结果的量,有一年刚纠结的时候,笑巧在电梯里,偶遇了自己的父母和亲戚,场面相当尴尬,而娜峰回忆起这段刚到位紧张的经历,也是直称道先生说话也不对,不说话也不对,就是希望此时此刻的时间赶快过去,不顾好在,两人的婚姻最后还是得到了张紫怡父母的认可。 张紫怡的妈妈对汪峰的态度,也从坚决不可以提汪峰这个名字,转变名,对着任何文书不好,而汪峰也表示,自己和张紫怡父母的相处,就像是朋友一样。 当时两人因求婚论事件,而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时候,张紫怡的父母,还曾写下亲笔系杨利婷两人的婚姻。 但如今,张紫怡已经证明,她选择汪峰并没有出错,或许粗粗一看曾有些突兀,但在婚姻里的甜蜜和自然,已经在纪念时光里体现。 张紫怡在节目里,毫无聊天地吐槽起了汪峰的审美,并表示两人闲逛的时候,汪峰会主动为自己挑选衣服,她往往只会让她回去三个字回应。 外界认为,汪峰在张紫怡的婚姻里正在劣势,而她也毫不犹豫地吐槽,张紫怡,每次逛街都永远不会累,逛六,七个小时,都完全没有问题。 不仅如此,张紫怡还相当甜蜜的吐槽起,买凡自己出门,汪峰都会因为等待来加急,背着汪在她身边聊过的情景。 外界有伟大的高远国剧中,说许老公的小毛病和一般的棋子,并没有远远,他用完美演剧,模仿了汪峰某次本的着急,又不敢代表意义的迅量,只来全场大笑。 而说许汪峰曾经在某次元晚会演唱时,因为气温过低,导致呼吸出大量水蒸气的画面,被网友调侃式自带浇湿器,张紫怡也毫不掩饰,自己狠风至外界的吐槽。 现场没法汪峰缓交湿器,刺激中,他稀好能有大明星的架子,难道不亦略乎。 对于自己的大明星太太,光峰也不经意透露,张紫怡是将时会把脚放在他的头上,某次都让他能有人身之处,光峰还形容,张紫怡的视频和女儿形形是一模一样。 虽然听起来是吐槽,但主婿力挺,夫妻俩的日常所塞里,都是平时的幸福,而这些都是曾经在各种颁奖里,或者电影里干嘛竞选的张紫怡对人之的营业。 但如今,张紫怡和安峰这段,曾经被设中意的婚姻,已经渐渐被入舒适圈。 两人之间互相调侃对嘴的夫妻生活,也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拘谨。 而这个观众眼中的郁接龙,龟恶小姐,也变得不那么遥远了。